大家好,Kurgoです 大家好,來到今個星期說什麼好呢? 我們又說了很多日期、時間、交通公告 我們都說了 我今個星期決定說一說 我們每天都會做的 就是吃東西 沒錯,今天說一說食物的日文 第一個就是 Gohan 有飯的意思 或者是什麼餐的意思 例如你想說早餐的時候 你可以說 或者下午飯是 馬飯是 第二個我們早餐也會吃的就是這個包 麵包的日文是 然後平時很喜歡吃的雞蛋是 下一個就是 如果你喜歡吃肉的話 肉的日文是 如果你喜歡看 在深田公子之前那一套的日劇 你就會經常聽到她說 肉 這樣 下一個要說的就是 如果你喜歡吃魚的話 魚的日文是 魚 如果你喜歡吃菜的話 菜的日文是 野菜 水果的日文是 果物 菜和水果的日文是不同的 所以你不可以叫它做蔬果 你只能說蔬菜和水果 下一個要說的就是 說一說喝的東西 比如我們喝的水 叫做 水 但如果你去餐廳 想用一杯熱水的話 記得熱水的日文 並不是 水 我們要說 它才會給你熱水 雖然你說熱水 可能它也會明白 下一個要說的 茶的日文是 紅茶的日文是 紅茶的日文是 紅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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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幫忙訂閱我的頻道 左右兩邊是 推薦的影片 大家可以進去看看 還有可以追蹤我的Facebook 和IG 那裡會有更多日本的資訊 那 再見 拜拜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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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